画面中看到一名黑色上衣男子 正在跟机场外候车的顾客 主动招揽询问要不要坐车 并表示以计程车跳表计费 两名顾客就跟男子去搭车 不过离谱的是 到达目的地却发现 司机以Uber界面收费 跟当初谈好的条件不一样 惊觉被骗 日前有民众在社群控诉 搭乘桃园机场计程车遭拉客坑钱 事发在17号晚上8点 桃园机场有违规业者主动揽客 表示前往桃园高铁站 以一般计程车跳表计费 然而抵达目的地后 却以Uber乘车界面收取车资 1400元 民众才发现遭诈骗 主动招揽 阳城前往桃园高铁站 以一般计程车跳表收费 然抵达目的地后 却以Uber乘车界面收取车资 警方逮捕相关嫌犯两人 分别为违规揽客业者理性男子 以及正姓司机 导案说明 并因违反刑法诈欺罪及公路法侦办 请不吝点赞订阅